而南投普里16号将举办 每12年才有的 齐安三线祭典 这周五先进行了 树灯高的仪式 目的是要来邀请鬼神参加祭典 而由于近期有下雨 路面产生了积水 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也发现树起的灯高 还有高挂的灯笼 红光是这样倒映水面 整条马路就犹如 铺上了红色的地毯 相当习惊 林溪小雨在路面形成小水蛙 倒映出红光相当梦幻 而抬头一看一排排灯笼高挂 散发橘红暖光 庙宇前空中和路面形成美丽画面 在黑夜更衬出一丝神秘感 树立灯高的隔一天 埔里刚好下雨 一天晚上我就特地来 妈祖庙广场 那果然就拍到很美的画面 南投普里16号将举行 为期三天的齐安三线清教 习俗上要邀请鬼神来参与祭典 因此这周五号举行树灯高仪式 将灯笼高挂 没想到近期下雨路面产生积水 和灯笼交织出唯美画面 文石工作者也提到 这回树起的灯高长度约13公尺 大概四五层楼高 破以往记录 从郊区运回来 原本十分钟路程延长到一小时 过程相当艰辛 展现当地民众虔诚心意 搭配这回雨后起景 也为祭典增添不同色彩 接着曾如辰难途报道 我会骗后 帝开始